我爱上京圈太子陆景成,只是同他地位悬殊。 人人都说我们不会有好结果,但陆景成却违抗家族,放弃所有,用一场盛大婚礼娶了我。 直到结婚第二年,国外传来他的白月光离婚的消息。 隔天,我的桌上也出现了份离婚协议。 我接到通陌生电话,是消失了五年的前夫打来的。 他用熟悉的语气,在电话里喊我,老婆,我在第二医院。 晚上七点二十九分,我在警察的要求来下到医院。 他们接到一通肇事逃逸的警情,伤者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脑震荡,患上短暂性失忆症, 模糊地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家庭住址,以及配偶的姓名。 这名伤者是我前夫,我们已经五年没见过了。 我到病房时,陆景成正在吃饭。 形容狼狈,头上套着网纱,右手打着石膏。 他用左手费劲地将食物往嘴边送,还没碰到嘴,就撒了一胸口。 他有点气急败坏地扔下汤勺,拿纸巾擦拭污渍,抬头看到我,瞬间眼睛都亮了。 老婆。 我站在门口没动,定定地看着他,陆景成真的失忆了。 他记忆停在我们刚领证那年,他背弃家族来到生我养我的城市,和我组建起一个幸福的小家。 他出生在京城的陆市,从小丧父,母亲改嫁,家里只有爷爷最疼他。 后来,老爷子去世时,他抱着我埋头在我的肩颈,微凉的液体顺着我的锁骨滑落,他说他只有我了。 怀孕的那天,他兴奋了整天,失眠一夜,在晨起时悄悄地吻我,又去亲我平坦的小妇。 他说,简西,谢谢你,给我了一个完整的家。 再后来,他背叛了我,奔向别的女人,陪他看病,陪他远走天涯,留给我的只有打不通的电话和一纸离婚协议。 这些陆景成都不记得。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现在待他的态度如此冷淡又客气。 老婆,陆景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拿手轻轻地勾住我的小拇指,是不是我哪里惹你生气了? 我目光低垂,落在他修长的手指上,他的手指还残留着干掉的血迹。 身上,脸上都有少量的擦伤,即便如此狼狈,也丝毫不损他俊美的容颜。 陆景成生活大概过得很舒心,五年的时光没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你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他不明所以,看着我点头。 医生说你记忆停在六年多前,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我将手抽回来,插进口袋里,但陆景成,现在是2023年, 我们已经离婚五年了。 离婚? 他满脸不可置信,你不要我了吗? 不是,是你自己提的。 不可能。 他立刻否定,除非我死,不然我不可能离开你。 痴,在听这话,我依然觉得好笑。 新婚之夜,耳鬓撕磨时,他也是这么在我耳边说的。 结果他白月光离婚的消息刚传回国,隔天我就收到一份离婚协议书。 他坐在沙发里抽着烟,神情漠然,我知道对不起你, 但简西,但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无论我怎么卑微地恳求,都挽回不了他离开的决心。 如今在想起,依然心头抽痛不已。 事实就是这样。 我将张银行卡留在桌上,当初你留给我的资产,我运转到如今颇为丰厚,卡里的算是感谢你当年做人留一线,就这样吧,别联系了。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陆景城下床封了一样地追在后面,老婆,老婆,简西,身后传来护士喊声,先生,先生,你冷静点。 他被三四个人堵住,红着眼眶无措地喊我,简西,你别扔下我,护士怒吼我,你们在搞什么? 家属过来啊,我轻扯嘴角,我是他前妻,和他没关系。 我没再去医院见陆景城,收到警察电话简单地解释过后,拒绝再回应他所有的事。 偶有陌生电话进来,我挂断拉黑。 我和陆景城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很久以前我不识好歹地误入一场奇梦。 代价太过惨烈,以至于午夜梦回都会惊醒。 如今已梦醒多年,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只是陆景城似乎不是这么想的。 一周之后,我在家门口看见了他。 下雨天,外面雷声震震。 他坐在地上闭着眼背靠墙,黑发微湿,手上还打着石膏。 邻居在十分钟前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家门口有个奇怪的男人,在门口坐半天不走,还说自己是我老公。 他把照片发给我,门口的人正是陆景城。 我来到他面前,陆景城才睁开眼过来,看见我时,下意识地露了个笑脸。 他试图站起身,划了两下,没能如愿。 我伸手,让他借力从地上起身。 陆景城是一米八六的大高个儿,此时站在我面前像个犯错的孩子, 有点委屈又有点拘谨,我没地方去。 你可以回京,我回京做什么? 他偷偷地尝试握我的手,神情疲惫,眼底爬着血丝,紧张不安, 我早放弃了那边所有,只剩你了。 我笑了,太子爷,你随便打个电话回去问问,都不会说出这种话, 你我哥归各位很久了,别缠着我了, 不管是什么情况,都很没意思。 我抽回手,正打算开门回家, 却忽听陆景城说,我只记得我们刚结婚, 我很爱你,你也很爱我, 你别这样对我。 简西,你要是不信, 我现在就去楼顶,跳下去。 我没动,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 犹豫了下,我快速地走向电梯, 正好见到他进电梯的身影, 门盒上电梯往上走。 如果是从前的陆景城, 的确有可能发这个风。 不敢迟疑,我立马搭另外一步电梯跟着上楼。 通往顶楼的门开着, 外面风雨大作, 我追上来就看到陆景城走在雨里的身影。 这瞬间我心脏猛跳, 你给我站住。 他没听, 直接奔天台边缘。 陆景城, 你再往前一步试试看, 尸体我都不给你收。 他停住脚步回头, 黑发被雨淋湿贴在额头, 人很是委屈, 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我气笑, 你也知道那是以前。 你都已经是前任了, 我为什么还要惯着你? 过来。 他在那里望我了片刻, 朝我伸出手。 我胸口发闷, 沉着脸将人带下来。 陆景城跟在我身后 一言不发, 直到进门后, 他从背后单手抱我, 对不起, 简西。 他将我转过来, 眼眶红红, 我明明记得 我们刚结婚, 栖息在明正举领的正, 正到手还没午热。 我们还商量 要去度蜜月, 去海门岛, 去凤凰山。 我们怎么可能分开呢? 我出门的时候, 我还在和你讨论 晚上要吃什么, 你说想民生路的火锅。 我恍惚了顺, 记忆被拉回从前。 他还想再说, 被房间里忽然跑出来的 小孩打断。 妈妈。 星星拿着玩具 蹦蹦跳跳地出来, 看见我身后的陌生男人 愣在当场。 同样愣住的 还有陆景成, 他是谁? 我女儿。 陆景成松开我, 傻傻地打量星星, 这孩子跟我长得很像, 我俩站在一起猜都不用猜, 也知道是母女。 如果她的话是真的, 那么那时候 我还没怀孕。 我将星星揽在怀里, 陆景成, 你记忆停在什么时候, 意义不大。 重点是现在, 我们已经分开了。 她脸色发白, 自己摸索出猜测, 你在昏了? 没有。 她微微地松口气, 我接着说, 但快了。 陆景成脸色又绷紧, 像要心梗了。 我牵着女儿的手, 将她带回房间, 出来时, 陆景成还站在原地。 她全身湿透, 正往下滴水, 哪里也没敢去, 为难地看着我。 坐一下。 我长吐口气, 拿张椅子给她, 我让人送衣服过来。 我很少能见到这样直白的陆景成, 情绪都写在脸上。 孩子是, 你的。 她正了一正, 眼中蹦出惊喜。 你知道, 但是你不要。 陆景成捂着胸口深吸口气, 先别说了, 让我缓缓。 星星藏不住, 她偷偷地打开门缝往外看, 二人隔着一条缝隙对上目光。 这是他们妇女人生中第一次见面。 陆景成当年要求离婚时, 我已经怀孕六个月, 她不顾一切地要走, 什么都留不住她。 现在她站在我面前, 卑微地可怜, 别赶我走好不好。 哪怕收留我一个晚上都行。 星星一直知道自己有爸爸, 也见过陆景成的照片。 抛弃这个词,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 太过残酷。 她不应该在阴影下成长, 为成人失败的感情买单。 我从不回避陆景成的存在, 也不向她灌输负面情绪, 尽量地以身代值, 模糊掉父亲这个角色。 星星认出她的脸, 对她万分好奇, 但她不是个自来熟的孩子, 对陆景成态度客客气气, 十分礼貌。 我让陆景成住了一夜, 隔天早我被外面的动静吵醒。 打开房门, 食物的香气顺着风流送到我面前。 餐桌上是陆景成 简单地做好的早餐, 他正单手笨拙地 给星星倒牛奶。 星星坐在餐椅里, 双手接过乖乖巧巧, 谢谢叔叔。 外面世界雨过天晴, 阳光灿烂。 这一幕仿佛在我梦里发生过, 陆景成转头看见我, 简西, 我转过身回房, 关上门, 将他声音隔绝在外。 拿起手机, 再次联系那个 昨晚没打通的电话。 这次拨过去, 想了很久, 在即将挂掉前, 终于接通了。 对方睡意浓重, 哪位? 秦先生, 我是简西。 简西? 他似乎清醒过来, 找我有事。 我开门见山, 陆景成在我这里, 他失忆了, 麻烦你来把人领回去。 那边许久没有回应, 我疑惑看了眼 还在通话中的手机, 您好, 在听吗? 男人迟疑半傻, 你说谁在你哪里? 你兄弟, 陆景成。 景成, 他似乎诧异至极, 你加我微信, 拍个人的照片给我看看。 当年陆景成和我在一起后, 几乎和以前的圈子全断, 剩下几个交好的朋友, 和我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拥有的仅是他, 后来离婚, 他的世界更是我不可触及的地方。 这段婚姻以及我和孩子, 仿佛成了他的黑历史, 被彻底地割舍一气。 加上联系方式后, 我将昨天邻居给我发的视频和照片 都转发给秦政。 他回了条语音, 定位给我一个, 我飞过去。 第二条, 先帮我留住人。 停顿了下, 别告诉他有人找过来。 星星吃完早饭, 自己收拾好小书包, 戴上帽子和水壶, 坐在沙发上等我送他去上学。 陆景成看看他看看我, 眼巴巴地看我们即将出门。 我没理会他, 伸手向女儿, 星星, 走吧。 星星跑过来, 牵住我的手。 陆景成落在后面, 一步一驱的跟上, 你们要去哪儿? 去幼儿园呀? 陆景成, 我可以一起吗? 星星偷偷地捏我的手指。 陆景成坐在副驾时, 一路都在观察外面。 等红灯的间隙, 我眼风扫过, 瞧出他洋装平静, 眼神下藏着的一样。 这座城市近年发展得很好, 接近建筑大便扬。 从孩子进幼儿园, 再回到车上。 陆景成现在副驾驶, 微微地仰着头, 神情透出几分颓丧。 他问我, 为什么会跟你离婚? 我微微一笑, 这得问您自己不是。 一心住两个人, 和我在一起的日子, 真辛苦您了。 陆景成扭过头看我, 皱起眉, 你在说什么? 见我不答, 他又问, 我们谈谈好不好。 你现在是六年多前的陆景成, 你能跟我谈什么? 谈感情? 还是谈背叛? 他神情一致, 弯下腰撑着头, 像是陷入迷茫痛苦中。 我别开眼, 我送你回去。 话落, 陆景成温热地手扣在我腕上, 可以跟你待一起吗? 我什么都不问了, 可以先待在你身边吗? 简西, 我在医院里天天做噩梦, 梦见你走的背影, 我怎么喊你都不回头了。 他样子很可怜, 像怕被抛弃的狗, 哪怕就几个小时也行, 我不想一个人。 我抽回手。 陆景成随我到公司, 当年他舍弃京成所有, 退出家族继承权, 和我来到家乡, 转而在此扎根建业。 结婚时, 我们的公司已出具规模, 足够营生。 后来离婚, 他放弃所有股权和资产, 净身出户。 他这个人, 爱的时候愿意为你清尽一切, 不爱时抽身, 也绝情又利落。 他走时, 我靠着公司几个骨干, 不离不弃的支持, 走过孕期, 在产后第三个月重回职场, 一边带孩子, 一边坐镇公司。 熬到如今, 算不上家底丰厚, 但也衣食无忧。 公司主作设计, 搬离了原来的地址, 规模扩大了两倍, 名字没变, 从前陆景成取的。 叫如愿, 我觉得有种不顾别人死活的土。 他却讲, 这是当时能完美形容他所有幸福的词, 爱人、家庭、事业、全有。 时隔多年, 陆景成站在我的办公室里, 对着公司标牌, 看了很久很久。 敲门声响, 我的合伙人之一少林拿着文件。 简西, 这份文件帮我过目一下, 签个字。 他同陆景成对上目光, 点头微笑, 算是打招呼。 我同他们二人互相介绍, 少林, 我的合伙人, 陆景成。 少林知道我前夫的名字, 但从未见过, 他主动地伸手, 陆先生。 陆景成同他一卧, 勾起唇角, 学长叫我景成就好, 大家这么熟, 不用这么生疏。 我和少林都是一愣, 对上目光。 学长, 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 天地良心, 今天第一次见他本尊。 少林就差举起手发誓, 我学历你也知道, 高中到毕业都是在国外, 小学到初中是在海滨, 同他一个京成人能有什么交集。 他想了想, 不然你去问问他, 难不成幼儿园是读同一个? 我无语, 谁会管幼儿园的同学喊学长? 回到办公室, 陆景成忍到了下午没忍住, 语气酸溜溜地打探, 怎么, 他大学追你没追成, 不死心换成追到公司来了。 我从文件中抬起头, 你脑子进水了。 我和少林大学时候怎么可能认识? 他撇嘴, 真当我什么都忘了。 跟我争你的时候, 跟狗皮膏药一样, 左一个学长, 右一个学长自居。 我当初给他们两拳, 还真打轻了, 贼心不死的老狗。 连你结婚生孩子了都不放过。 陆景成, 我语气一速, 你别在这里胡编乱造, 我们大学谈了两年, 你既然没忘, 那中间有没有过别人不知道? 他愣住, 像是听不懂。 我继续说, 少林那会儿都在国外, 我们完全不认识, 你这话不要让第二个人听到, 也别在这里挑拨离间。 怎么可能? 他还在讲, 狐疑地看我, 你自己记错了吧。 我懒得跟他讲, 不听就请你出去。 陆景成瞬间粘了, 放在桌上的手机, 跳出一条讯息, 我飞机晚上七点落地, 安排时间见个面。 秦政来了, 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陆景成的白月光, 那个噩梦一样地环绕着我的名字, 陶宁。 和陆景成交往时, 我就听过陶宁这个名字, 那时候, 无意间撞见他和他朋友的聊天, 他要结婚了, 嫁得外国老。 我知道, 是陆景成的声音, 婚礼我就不去了, 没有假期, 贺礼就委托你帮我转交一下。 对方笑着调侃, 真甘心啊, 放下了, 暗恋多年的女神没等你, 另嫁他人了。 陆景成语气像是有点恼羞成怒, 编上去。 他推开门出来, 和我撞个正着, 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他才得到我听见了。 可什么都没讲, 粉饰太平过去。 我满腹疑问压在心底, 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下, 变成疑神疑鬼的不安。 闹了段时间别扭, 甚至向他提出分手, 当时陆景成怎么做的。 哦, 他好像是耍泼皮, 半无赖, 死死地抱着我叹气, 的确是少年的时候, 有过朦胧好感, 但什么都没发生过。 而且我早放下了, 要真喜欢的话, 我只会苦苦暗恋。 他去国外又不是上天了, 一张机票才多少钱。 我没跟你解释, 是觉得八字都没一撇的事, 特地拎出来, 和你讲, 你反而会想更多。 我被说服了, 却没想到最终是这个八字都没一撇的逃宁, 给了我致命一击。 暮色似合, 灯光逐渐地亮起, 在沙发浅眠的路景成, 被我推椅子的声音惊醒。 他睁开困倦的眼, 望了下窗外撑着坐起身, 晃晃头, 打着哈欠起身走过来, 习惯性般的伸手要牵我, 我怎么睡着了? 老婆晚上吃, 我对他悬在半空的手没做回应, 他眨了下眼, 似乎才回归现实, 定了定, 若无其事地将手收回身侧。 星星呢, 我们不去接孩子吗? 他跟在我身旁, 试图寻找话题。 已经过下班时间, 公司里安安静静。 我按下电梯, 星星拖给朋友照顾了。 路景成, 我目光落在他身上, 不是想知道, 为什么离婚吗? 我带你去找答案。 他意识到什么? 脸色沉下, 什么答案? 我不想去。 我比约定时间晚半小时到。 推开门时, 里面坐着的两个人, 齐齐地站起身, 我向秦正汉手致意, 下意识地看边上的女人。 第一眼印象, 很有气质, 又瘦又白, 身姿高挑。 他神情急切中带着期待, 向我身后张望, 目光落空时, 瞬间变了脸色站起身。 景成呢? 你不是说他人在你这里? 秦正也看着我。 我回身看向门口, 不进来。 都是你的熟人, 秦正和陶宁。 陆景成本来停在门口, 迟一步前, 听到名字脸上露出几分讶意, 陶宁。 这时, 身后的女人冲过来, 一把挤开我, 在一步之遥时停住。 景成, 他脚步缓下来, 又猛地扑上去, 捧住他的脸, 又去抚他的眉眼, 痛哭不已。 我冷眼看着他上演久别重逢的苦情大戏, 你去哪里? 你吓死我了, 知不知道? 为什么一声不吭地离开?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快疯了? 陆景成却满面惊吓, 极度抗拒地抬手推他, 陶宁姐, 你疯了吗? 快放开我。 陶宁不肯, 紧紧地抱住他的腰, 像拥着势而复得的宝贝大哭, 我都要吓死了。 你知不知道啊? 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陆景成推不开人, 冷下脸利斥, 逃宁。 你放开我? 你这是在做什么? 他求助的目光投向我, 我没理会, 陆景成只能找秦正, 秦正你傻了吗? 快过来帮我弄开他呀。 一直没表态的秦正, 这才有所动作, 他上前安抚陶宁, 说了好一会儿, 情绪激动的陶宁, 这才肯松开手。 他接过纸巾摁了摁眼角的泪, 情绪仍未平复下来, 眼睛仿佛长在陆景成身上般。 陆景成敏锦唇, 神情警惕而不悦, 他退到我身旁, 嫌弃地扶了下身上不存在的灰, 低声地问, 老婆, 他是不是疯了? 对面的陶宁听到了, 他又哭, 我没有, 秦正拉开椅子, 坐下谈吧。 陶宁离婚后, 因有抑郁症, 自杀了好几次, 陆景成还没和我离婚时, 有段时间频频地出差, 地点都是京城。 后来我才从陆家长辈陆天群的口中知道, 他在骗我, 他根本不是回去办事, 而是陪陶宁看病。 国内看不好, 陆景成就陪着陶宁出国看, 这些年和他到处旅游, 没有回来过。 目前在座的人中, 只有陶宁清楚陆景成的情况。 他的眼泪像流不完, 在断断续续的哽咽中讲述。 不久前他抑郁发作在旅行途中自己回国, 同陆景成不告而别, 陆景成百般寻找之下才知道他人在国内, 于是跟着搭乘飞机追回来。 至于中间怎么出现差错, 陆景成又是怎么发生车祸失去记忆, 他也一概不知。 很戏剧, 像在听故事。 陶宁低头擦泪, 我见有脸, 对不起简小姐, 给你造成麻烦了。 他走过来, 景成, 我们陆景成如见洪水猛兽, 推开椅子, 起身避开陶宁的手。 他脸色很不好, 额头冒出一片细密的汗, 嘴唇微白。 你在鬼扯什么? 我怎么可能为你和简西离婚, 为你抛下妻子和孩子? 我, 可这就是事实啊, 你只是忘记了。 陶宁又上前一步, 却遭陆景成立刻驱赶, 你别过来, 我看见你就很不舒服。 他转身一把钻住我的腕, 我们走。 他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你也别信。 没走两步, 陆景成身形一晃, 突然在我眼前倒下去。 医生说他是情绪起伏太大, 大脑受不了刺激, 才昏迷的。 陶宁守在陆景成床边, 寸步不离。 秦政劝了俩句, 肩劝不动, 索性不管出来抽烟, 我本来要走, 他说想跟我聊两句。 抽了一半的烟暗面, 他向我解释, 我在后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 所以他才跟来的。 当年打去陆景成 没放下陶宁的人就是他。 我反应平平, 嗯, 真是巧。 他抿了下唇, 眉心始终微微地拧着, 靠在阳台边, 屈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扣着墙面。 这几年, 你和景成联系过吗? 哼, 我笑了, 他们是住云端的王子公主, 我是你里打滚的凡人, 天上地下的, 怎么可能联系得到? 别担心, 我没打算换你兄弟姻缘, 没事我走了。 秦政却拉住我, 他说景成这几年, 都和他在国外。 这不是事实吗? 他思存片刻, 声音低了些, 他和陶宁出国以后, 和谁都没联系了, 包括我们在内。 这五年, 他一次也没回来过, 也不告诉我们他在哪里, 你觉得正常吗? 我说, 当时和我在一起, 不也这样吗? 只要他想得到的东西有阻碍, 那就斩清一切牵绊。 我压着心底细密的痛, 冷声地质问, 不和我们联系, 有什么奇怪的。 那么爱逃宁, 都为他出国了, 在为他抛弃所有不狠正常。 秦政却质地有声地反驳,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他妻子, 你比我们所有人都了解他, 景成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我不了解他, 我忍不住拔高声音,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他当年和陶宁一起离开, 是你亲口跟我认证过的, 现在想来跟我推翻这一切, 不显得自己很可笑吗? 不欢而散, 在我等电梯准备离开时, 有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追出来。 简西, 是陆景成, 他扶着强胸口剧烈的起伏, 目光紧紧地锁在我身上, 脸色极白, 黑色的眼珠 像蒙上一层朦胧的水雾。 简西, 他又喊了声, 向我伸出手, 像即将溺毙的人, 想抓住最后一根浮沫。 不知为何, 我竟心如刀割, 没等我有所动作, 陶宁已追出来到他身边, 景成。 我定定地看着陆景成, 一秒, 两秒, 三秒, 他没有推开陶宁。 哼, 到底在期待什么? 我收回目光, 迈进打开的电梯箱。 幼儿园周末举办亲子郊游活动, 星星吱吱吾吾地问我, 能不能找个叔叔一起。 他似乎在打探陆景成去向, 医院一别后, 陆景成没再来找我, 大概是和秦政一起回去了。 可以呀, 你想邀请谁? 星星眨了眨眼, 低头思考片刻, 哨, 哨叔叔吧。 少林会抱着他, 玩飞高高, 星星很喜欢这样的游戏。 郊游回来, 走出电梯时, 他还拉着少林问, 叔叔, 可不可以再飞一次? 少林笑呵呵地应, 那就再来一次, 星星抓稳。 起飞喽? 孩子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跟着忍俊不禁, 行了行了, 最后一次, 你少叔叔也会累的。 少林, 小孩子没多少重量, 叔叔还是行的。 童真的笑声在走廊里回荡, 走出拐角, 我看到门口又蹲着个熟悉身影, 陆景成不知在这里待了多久, 脚边散落着几个烟头, 听到声音抬头看过来。 我从少林怀中接过孩子, 就不请你进去做了。 没事。 他善解人意地说, 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带人走后, 我抱着星星冷淡地问他, 你又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你们。 他目光落到我怀里的星星身上, 定定地看了片刻, 眼里生出渴望, 我可以抱抱他吗? 我用眼神询问星星, 他看看我, 犹豫片刻朝陆景成张开双臂。 陆景成没抱过孩子, 看得出来他很紧张, 肢体僵硬, 小心翼翼地将小孩抱入怀中。 他摸了摸星星的头发, 看他的小脸, 眸光温软又捏捏他的小手指, 满脸稀罕得不行的模样, 和我想象中一样可爱。 你知道我是谁吗? 星星捧住他的脸, 看了又看, 知道, 爸爸, 你是爸爸。 陆景成笑了, 眼底隐隐地有泪光, 嗯, 我是爸爸。 我心口发闷, 转过身暴毙, 看向通道窗户外。 停片刻, 陆景成低声地请求, 能进去坐坐吗? 拒绝的话就在嘴边, 却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口。 再次进门, 他却向第一次来班, 打量着室内, 看了圈, 目光停在电视柜上的相框, 那是我和星星的合照, 拍的时候他才一岁多, 肉呼呼地坐在我腿上, 十分可爱。 陆景成放下孩子对着相片看了很久, 忽然转头问我, 这几年, 过得还好吗? 我倒水的手顿了下, 他恢复记忆了, 我和他之间没什么话可聊。 但星星对陆景成却很好奇, 他试探地邀请陆景成和他玩, 得到回应后很是雀跃。 父女互相熟悉得很快, 二人仿佛没有五年间的生疏, 我看着星星搬出自己喜欢的玩具和他分享, 拿出自己的画板和他互动。 明明第一天见到他时, 还客气又生疏同对待陌生人没两样, 没一会儿功夫, 却张口闭口爸爸, 喊得热切。 陆景成像个慈父, 句句温柔地回应。 中途星星跑进房间找什么东西, 出来展示给我们看, 看,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 是张可爱的画稿, 主题是爸爸妈妈和在中间的孩子, 背景是草坪、 蓝天、 太阳。 我和陆景成都愣住, 他指着上面的小人, 爸爸, 这是你, 这是星星, 这是妈妈。 陆景成接过去, 他看得很认真, 眼泪毫无预兆地流下, 星星抬起手帮他擦掉, 歪头看他, 疑惑地问, 爸爸, 你很冷吗? 爸爸不冷, 爸爸, 为什么你身上都是水? 哪里有水? 我见陆景成下意识地打量自己, 摸了摸身上, 又看看四周, 脸色微微地发白, 他有些茫然地看向我, 星星张开双臂, 爸爸, 你要是难受的话, 我就抱抱你。 我不想再看, 转身到阳台透透气, 对着夜景里的灯火, 思绪万千。 陆景成待了好几个小时, 陪星星睡觉, 给他读睡前故事。 星星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 丝毫没有睡意, 他问, 爸爸, 我睡醒后, 你还会在吗? 陆景成帮他, 噎了噎被子, 磨棱两可地问。 他给了孩子一个晚安文, 亲在额头。 我在门边看着这一切, 打算关灯退出房间时, 星星目光忽然投向我, 他十分认真地说, 妈妈, 你不要和爸爸吵架, 你们要好好地说话, 可以吗? 我愣住, 随即点头, 好。 等关上房门, 我转身面对陆景成, 恢复记忆了, 他神色正正, 就看着我不说话。 想抢孩子, 没有, 不是, 我有点不想同他对视, 陆景成的神态, 让我莫名地不舒服, 好似胸腔里被塞入一团湿热的棉花, 有种喘不过气的沉闷窒息感。 陆景成将进门时的问题, 又问了一遍, 你们这几年, 过得还好吗? 很好啊。 我暴毙, 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势, 有钱, 有房, 有孩子, 有事业, 人生圆满。 他手伸向口袋, 似乎想拿烟盒, 持一片刻没拿, 笑了下, 是吗? 那挺好的。 两两相对无话, 就在我想找借口送他离开时, 陆景成却说, 可以煮个夜宵给我吃吗? 那答应你说回来吃饭, 但是我爽约了, 对不起。 那天? 我皱起眉头回忆, 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他干燥的唇瓣一皿, 喉结滚动, 垂下眼瞼响了响, 势然般的摇摇头, 没事, 已经过去了。 我饿了一整天, 胃有点痛, 可以给我吃点吗? 他看着我, 语气温柔地请求, 我只是回来看看你们。 见兮, 不要这么防备我。 我没办法对这样的陆景成 竖起满身防备和敌意, 有种奇怪的直觉驱使我, 在此刻对他要好些。 陆景成安安静静地吃完夜宵, 自己去拔碗洗了, 然后拿上外套准备告辞。 这时已临近午夜十二点, 我送到门口, 见他依然什么都不打算讲, 仿佛恢复记忆后, 单纯地来赎罪一趟。 心头涌上欲气, 我忍不住对他冷言冷语, 既然想起来了以后, 就别再来烦我, 带着你的桃宁, 一起赶紧滚。 他抬手抵住要关上的门, 捡膝。 如果有天你知道, 我离开是有原因的, 你会原谅我吗? 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个男人 抛弃妻女这么多年? 我忍不住想笑, 盯着他, 一字一字地嘲弄, 除了天塌了这个原因, 其他我都不能接受。 陆景城定定地看着我, 突然将我抱住, 抱得很紧, 像是恨不得揉进身体里。 不等我挣扎, 放开手退到门外, 你先关门吧。 他弯起唇角, 不要看着我走, 你先进去吧。 我犹豫片刻和上门, 在关上的瞬间, 心口像被挖空, 竟有种说不出的慌张和恐惧, 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星星抱着玩偶从房间里跑出来, 他哭着说, 爸爸走了。 对, 爸爸回去了。 我缓了缓情绪, 蹲下来抱他, 宝贝不哭, 爸爸也有自己的生活。 爸爸走了。 他一直摇头, 越哭越厉害。 我心揪痛, 眼眶泛起潮热的水汽, 抱着他哄了很久, 都不管用, 只好打开门。 外面早已没有人影。 星星抱着我的脖梗, 哭到快喘不过气。 他反反复复地讲, 爸爸不回来了, 爸爸不会回来了。 直到下半夜, 他才平静下来睡过去。 星星为什么会对 见了两次的陆景城 有如此强烈的感情? 我想不明白, 归咎到血缘天性。 这辈子, 注定亏欠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这是我最对不起他的事。 失眠了整夜, 第二天醒来的星星 却想忘了昨晚的事, 一切恢复如常。 昨晚之后, 陆景城从我的生活 彻底地消失, 就像他突然回来那样, 离开时也无声无息。 连带着秦政, 陶宁等人都跟着 离开我的世界, 他们仿佛不曾出现过, 再也没人 对我提起他们。 生活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也好, 我心想, 本来就是这样各走各路。 直到一个多月后, 有条新闻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陆氏总裁涉嫌谋杀亲职, 已被警方依法逮捕, 第一次看到这条消息时, 我扫了眼盲于其他事没点进去。 星星得了流感, 这两天反复地发烧, 我没去公司在家照顾他。 等我陪他睡了一觉, 醒来手机多了数通未接电话, 最前面是少林的来电, 我以为是公司出了事, 忙回拨过去。 继通后他第一句却是问我, 简西,你还好吗? 我还好。 我在电脑桌前坐下, 当然好了。 少林迟疑地试探, 陆景成了事情, 在他话落的瞬间, 桌上的平板忽然跳出一条新闻推送, 陆宅湖心挖出人海, 我下意识地点进去, 看到热榜上挂着数条新闻, 后面都跟着报字。 陆天群被指控涉嫌谋杀亲侄子, 陆氏总裁陆天群被警方逮捕, 我愣住。 手机从掌心滑落, 少林在那头喊, 你在听吗? 简西。 喂! 简西。 我无暇顾及他, 死死地盯着屏幕, 陆宅湖心挖出人海, 死亡时间约五年, 疑似陆景成, 陆氏太子身亡, 眼花了斑, 所有字体都是模模糊糊。 我抖着手去拿眼镜, 发现戴着都不管用, 又急切地放大屏幕, 黑色字体却在我眼中变得扭曲, 忽大忽小的奇形怪状, 满眼只剩星红的豹子。 心脏疯狂地跳动, 我拿着平板起身跑向门口, 每一步都像踩在云端, 打开门, 正好看到邻居回来。 他见到我, 吓了大跳,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我将平板塞进他手里, 声音发颤, 你帮我看看, 这新闻在讲什么? 我眼睛看不清, 他接过去, 你也在关注这件事。 我也从昨天晚上刷到现在, 真是太惨了,对吧? 这个露天群把侄子给杀了, 还把他的尸体沉在别墅的湖里, 真是有够变态的, 是不是? 我刷到过这个太子爷的照片, 你看, 是不是好帅? 死的人就是他。 邻居激动地拿出手机跟我展示, 陆景城穿西装打领带的证件照, 突然出现我在眼前。 我一阵耳鸣, 脑子嗡嗡地, 下意识地后退。 面前的人喋喋不休, 又帅又年轻, 竟然死得那么惨, 看得我心痛死了。 网上有小道消息说, 警方抽干了湖水, 找了两天都凑不齐他的骨头。 我想捂住耳朵, 逃离这个锅灶的女人。 可声音却从四面八方来, 我看一些博主发的, 说是先杀后抛尸, 手脚都捆着, 还绑了大石头, 现在还搜得到那些模糊的照片。 我看了眼, 吓得整晚睡不着, 别说了。 我听到自己发出尖利的喊声, 大片大片的黑影压下来。 空间扭曲了般, 四面墙仿佛会移动, 齐齐地压向我, 似要将我撵得粉身碎骨。 我想逃, 脚却不听使唤地 整个人往前扑去。 他惊慌地来扶我, 简兮解。 你怎么了? 他红唇在我眼前一张一盒, 露天群杀了他侄子。 尸体在湖里五年了, 太惨了, 先杀后抛尸, 手脚都捆住, 还绑了大石头, 肺腑中仿佛有烈火在烧, 喉间涌上一股铁锈气息, 我低头张口呕出来, 看地面见了贪心红的液体。 他吓得大叫, 我浑浑噩噩地推开人, 高声地大喊, 我求你别说了。 想起身, 却怎么也爬不起来, 世界天旋地转, 无边的黑暗拢住我。 失去意识前, 我仿佛听到了陆景成声音。 见熙, 我做了场很长的梦。 我有个很爱很爱的男人, 他叫陆景成, 是我的丈夫。 他在我们结婚第二年八月彻底失踪, 所有人都告诉我, 他陪着白月光出国了, 并举列出种种证据。 他的大伯坐在沙发, 抽着烟, 隔着鸟鸟烟雾望向我, 冷漠又高傲,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现在景成回头是岸, 现在选择门当户对的陶宁是对的。 我很支持他, 你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又何必强捆在一起? 苦中, 简小姐也是快当母亲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天真? 他往后靠, 嘲笑着我, 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个男人抛弃妻女? 天塌下来? 不是, 只有他不想要了, 才是真实的原因。 他不是不来跟你谈, 是陶宁定的厉害, 自杀了好几次, 景成现在正陪他在国外看病, 不死心。 那就让他亲口跟你讲, 陆天群当着我的面打了通岳阳电话, 对面很快地接通, 听筒里传来我多日联系不上的丈夫的声音。 他冷漠无情, 我知道对不起你, 但减息, 但有些人, 有些事, 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离婚协议你签了, 我们就这样吧。 我浑浑噩噩地被送回江城, 陆天群警告我, 这几年你得的好处够多了, 再不识相, 别怪我翻脸无情。 陆天群的话我怎么能信? 我爱人出生在京城的陆氏, 从小丧父, 母亲改嫁, 大伯将他带在身边长大, 家里只有爷爷最疼他。 后来老爷子去世, 葬礼结束后, 他抱着我埋头在我的肩颈, 微凉的液体顺着我的锁骨滑落, 他说他只有我了。 他问, 如果我一无所有了, 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愿意, 怎么不愿意, 这是住在我心上的男人, 他真诚, 善良, 他纯真, 也坚毅。 他如若真的遭受诱惑变心, 也不会选择在妻子最脆弱, 无助的时候, 用这样决绝的方式分开。 我不相信露天群的话, 我想找到陆景城, 可有限的能力对上路士犹如皮肤汉术。 寻找他的那时间, 我被明里暗里各种手段警告过无数次, 直到星星出生后, 我收到了涉及生命的威胁。 也是那时候, 陆景城第一次给我发讯息, 别闹了, 乖乖地等我几年。 星星躺在婴儿床上, 哇哇大哭, 我将他抱入怀里, 跟着流泪。 想起查出怀孕的那天, 陆景城兴奋了整天, 失眠一夜, 在晨起时悄悄地吻我, 又去亲我平坦的小妇。 他说, 见心, 谢谢你, 给我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反复地告诉自己, 也许他有什么苦衷, 也可能是有误会, 又或者真的是一时鬼迷心窍。 他让我等, 于是我消停了很长时间, 这段时间里, 时不时地会有神秘信封送到我家门口, 里面装着很多照片, 内容全是陆景城和陶宁。 他陪陶宁吃饭, 逛街, 陪陶宁去医院看病, 都是侧影, 背影或模糊, 遥远的正面。 照片送了近两年, 在第三年时没再来过, 星星已经会跑会跳, 会对着照片陌生地喊爸爸, 可陆景城还是没有回来。 我在夜里重复地拨打无人接听的电话, 在日复一日的失望中, 慢慢地接受这个事实。 他欺骗我, 背叛我, 为了口中八字眉一撇的女人, 抛弃弃女。 可我还是不死心, 辗转着联系到秦正, 你好, 我是简西, 我已经很久联系不上景城了, 请问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他不适合和陶宁在国外吗? 我从回忆里醒来, 睁开沉重的眼皮, 房间里有人影走动。 他在我床边坐下, 低声地问, 还好吗? 这瞬间, 往我分不清过去与现实, 转过眼睛去看他, 愣愣地问, 秦正, 你联系上景城了吗? 星星都会喊爸爸了, 他为什么还不回来? 秦正别开头, 眼角泪光坠落。 我找了丈夫很多年, 却不知道他死在了五年前, 死在他是如亲生父亲的大伯手里, 死在他从小长大的家, 被沉在儿时嬉戏过的湖中。 有人揭发了这场瞒天过海的杀人案, 警方在陆家湖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抽丝剥茧, 找到被杀害的抛尸帮凶, 找到了目睹杀人过程的逃宁, 找到事发现场监控的拷贝文件。 他们不让我看案件资料, 不让我看遗骸。 安慰我人死不能复生, 要我为孩子坚强。 我垂着头, 谁的话都没听进去。 等人都走了, 只剩我和秦正, 我才敢拉着他低声地问, 这是不是你和景城的计谋? 他愣住了, 看我的眼神奇怪。 我对他笑了笑, 景城怎么可能死呢? 一个多月前, 我们还见过他不是吗? 秦正有点无措, 简西, 你在说什么? 察觉到他反应不对, 我慢慢地笑不出来了,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一个月前你和陶宁还来见他, 不是吗? 我拿手机, 去找那些记录, 翻了下, 却发现全没了, 照片视频, 对话, 甚至连邻居发给我的记录都没有了。 手机里所有的相册我都翻了遍, 通话记录, 微信聊天反复地搜索。 没有, 没有, 全没有。 我有点慌, 忙去找陆景城 在医院给我打的那通电话 和警察通知。 秦正在旁边小心翼翼地唤我, 简西。 我脑海中一片空白, 抓住他的手, 我手机可能被入侵了, 你那边应该还有记录吧? 他将手机给我看, 脸色有点难看, 你是不是记错了什么? 也没有。 仿佛有个橡皮擦, 将陆景城回来过的痕迹 全数擦除。 我急了, 一个多月前, 你带陶宁来江城, 我带着失忆的景城和你们见面, 你忘记了吗? 看着他迷惑的神情, 巨大的恐慌席卷而来, 我推开人, 抖着手找少林的号码。 没关系, 不止我一个人见过的, 少林见过, 星星也见过爸爸。 那么多人看到的, 总有人可以帮我证明。 然而电话那头的少林, 却小心翼翼地问, 你怎么了? 我什么时候, 见过陆景城? 我不可置信地拔高声音, 你脑袋撞坏了。 就在办公室, 我还介绍了你们见面, 陆景城还说了那些奇奇怪怪的话。 少林却沉默不语, 我按了按障痛的头, 胶着不安地在房间里走动, 他回来了, 他好好的回来的,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都说不记得了? 联合起来骗我吗? 少林, 你帮我去查物业监控, 或者警局那边找资料, 人会骗人, 但电子设备不会的, 话还没说完, 手机被情政夺走, 他眼眶发红, 用力地摁着我, 你冷静点, 别这样, 减息, 你还有星星。 我奋力地挥开他的手, 失控得大吼, 你们要我怎么冷静? 五年了, 还不够吗? 还不够吗? 为什么要装不计的? 他明明回来了, 他明明回来了, 那个尸体是他, 那我见到的又是谁? 你告诉我呀, 五年前找不到陆景成的事, 仿佛又重演了遍, 我便寻所有他回来过的痕迹, 可怜星星都满脸茫然地看我, 爸爸, 江城警局, 医院, 纷纷地给予了否认, 公司监控, 物业监控, 里面没有任何陆景成出现过的踪影, 我记忆和这个世界出现偏差, 陆景成仿佛是在我幻想中回来过一趟, 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他还吃了我做的饭, 还拥抱过我, 怎么会是假的呢? 我要回江城, 我自己去找, 秦政拦住慌慌张张的我, 语气无力, 我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可简西, 你这样景成怎么安心, 陆天群还没被定罪, 他的手机递到我面前, 是张相片, 一枚熟悉的婚戒装在 打了编号的透明袋子里, 情政哽咽, 他一直在等你, 接他回家, 我提出想见陆天群, 陆天群被正式提告, 他专横, 傲慢, 跋扈, 他暴躁易怒, 他喜欢绝对的掌控, 他杀人的动机很简单, 情绪激动下, 将沉重的烟灰缸, 致向背对他的路景城, 砸中后脑, 人倒下去血流一地, 抽了两下失去气息, 陆天群没打急救电话, 他站在侄子身体旁边, 抽了根烟, 然后决定抛尸, 陶宁是他的情妇, 他目睹了杀人的经过, 帮忙毁尸灭迹, 打造瞒天过海的谎言, 反正陆景城已经离开了京圈, 他一无所有, 背景简单的妻子, 构不成任何威胁, 没人会追究他真实的去向, 陆天群一手遮天, 甚至狂妄到尸体, 就扔进卧室窗户正对的湖里, 他戴着手铐坐在椅中, 满脸虚伪作作, 他懊悔地说, 当时我太激动了, 情绪上头, 砸下去的瞬间就后悔了, 可是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没法再听下去, 失控冲上去疯狂地撕打他, 他把你当亲生父亲看的, 你怎么下得了手啊? 畜生,畜生, 为什么不救他? 为什么不救他? 我生死历劫, 你怎么忍心把他扔在那里? 他那么爱干净的人, 你怎么忍心让他在腥臭泥待了五年啊? 边上的人忙过来拉开我, 我终于想起那天晚上, 陆景成说的失约是什么, 五年前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等我晚上回家吃饭, 于是我守着小家安安静静地等, 希望哪天接到一通电话, 听到门铃响时, 打开外面站的人就是他, 可陆景成回不来了, 他的灵魂被困阴暗的水里, 在漫长的岁月里痛苦哀嚎, 没人听得见, 没人看得到, 包括我在内, 我被摁着, 脸贴在冰冷的桌面, 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 司法流程还没结束, 我还不能接陆景成回家, 我也不敢去看所谓的遗骸, 我怕会疯掉, 他该有多疼, 多绝望, 回到江城, 我日日恍惚, 总觉得陆景成还在家里, 吃饭的时候觉得他旁边, 睡觉的时候觉得他在枕边, 有时候又看到他和星星在玩, 又或许在阳台吹风, 我忍不住喊他, 可他总是不理我, 星星给少林打电话, 他说妈妈很奇怪, 对着空气喊爸爸的名字, 少林赶来家里, 强行地拉着我去医院看心理科, 就诊完出来, 在医院走廊, 我又想起那天晚上七点二十九分, 我在医院见到了失忆的他, 你看, 时间细节我都还记得一清二楚, 他明明回来过我身边的, 但他们却全都否认了, 仿佛是我一个人发过的痴梦, 到现在仍不愿意醒来, 医生给我开了药, 回家后我全部扔进柜子里, 谁都不懂, 我没疯, 我只是困在时间回廊, 这里有他模糊的身影, 我整夜整夜地失眠, 照镜子时, 看见自己脸色苍白难看, 朋友来家里探望, 忍不住向我试探, 减息, 不如我们出去散散心, 我捧着杯子, 正正地问, 要去哪儿, 星星在地毯上搭玩具, 他抬起头来对我说, 妈妈, 回家看看吧, 家, 我脑海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刺了下, 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我第一个想起的, 就是和陆景城在江城安家的房子, 八十多平, 小小的, 五脏俱全, 生下星星的第三年, 我随着公司我搬到了现在居住的地方, 极少再回去过, 那是未来美梦开始的幸福摇篮, 也是让我人生变得破碎的绝望之地, 我开着车, 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转, 没有目标, 浑浑噩噩, 不知怎地, 就回到了那套房楼下, 在车里坐了很久, 我打开车门上楼, 开门的瞬间, 无数过去的光影扑面而来, 搬走的时候, 这里的一切我都没动, 辅过旧物, 耳边全是她的声音, 简西, 电视柜摆相片怎么样, 阳光真好, 冬天早上在飘窗晒太阳, 我们还可以养只猫, 这里到海边, 开车也就十几分钟, 简西, 嫁给我, 桌上的情侣杯, 浴室的双人牙刷, 墙面上挂着她的画, 衣柜里挨在一起的衣服, 抽屉里还有运简臂抄单, 单子上留着陆景成的字迹, 简星, 老婆, 你说还出生会像谁, 以后她要不乖, 就没收她奶瓶, 没有, 哪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最近就是有点累, 你想什么呢, 好吧, 其实不是公司的事情出差, 我回了趟京城, 陆家有点事情, 你乖乖地在家, 等处理完我就回来了, 哎, 老婆, 我好想你, 我回去老宅一趟, 没什么事的话, 搭下午的飞机, 晚上回家陪你吃晚饭, 等我, 我坐在地上, 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陆景成, 陆景成, 没有回应, 再也不会有回应, 我无法一个人待在这里, 驱车回家, 漆黑的马路对面, 有树远光灯照射过来, 我晃了眼, 下意识地往边上打了下方向盘, 车子却打滑失控, 撞向马路边, 撞上防护壁翻过了去, 巨大的冲击, 让我意识开始模糊, 翻滚停止时, 我仿佛感觉到, 有人护在我身上, 我下意识地喊, 陆景成, 凉酒后, 一声叹息落在耳畔, 我在, 我愣了, 眨眼, 再眨了眨, 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 出现在眼前, 借着些陆灯微弱的光, 我看见陆景成护在我身上, 他撞伤了头, 血症往下滴落, 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艰难地伸手, 视野里他的脸, 被我揪到变形, 是幻觉吧, 陆景成, 他有些无奈, 伸手擦帮我擦泪, 别哭, 陆景成, 我迷糊地抓住他的手, 眼泪止不住, 混蛋, 你到底去哪儿了, 在你身边, 我一直在你身边, 撒谎, 我哽咽, 我已经五年没见你了, 他们都说你死了, 怎么会呢, 他额头抵着我额头, 眼里的泪坠落, 你来医院接我回家, 我给星星做早餐, 我们去公司, 忘记了吗, 骗子, 我找过了没有, 都假的, 陆景成, 你就是个混蛋, 没人记得, 没有痕迹, 不代表我是虚假的, 简西, 你相信有平行世界吗, 他的泪混着血, 我们在其他世界也在一起, 我没撒谎, 我来的时候, 我们的确刚结婚, 我意识越来越模糊, 骗我, 假的, 陆景成右手以怪异的姿势抵着, 他低头在我肩上, 用力地咬下去, 疼痛让我瞬间清醒, 别睡, 减息, 他拿左手抹走我眼角的泪, 星星还在等你回家, 我乌液着恳求, 你也回家好吗, 我们一起回家, 他苦笑了下, 滴滴地道歉, 对不起, 我不能和你回去了, 你再坚强一次好不好, 和星星好好的, 总有一天, 我们还会再见, 简西别怕, 我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陪着你, 我一直都在, 永远在你身边, 他的声音渐渐地低下去, 我意识逐渐地模糊, 隐约地感到, 护在我身上的人不见了, 路景成, 别走, 却没人再回应我的呢喃, 撑着等到救援到来, 被台上救护车时, 我抓着救护人员, 勉励地问, 我老公呢? 我老公还在车里, 他出来了吗? 他们返回去确定, 又匆匆地回来, 找过了, 附近跟车里, 都只有你一个人啊, 心头紧绷地闲一松, 我合上眼, 护士将我的衣服剪开, 我听到他小声地问旁边的人, 肩膀这是什么, 咬伤, 这瞬间, 汹涌泪意再也止不住, 我们在其他世界也在一起, 你再坚强一次, 好不好? 我一直都在, 永远在你身边, 原来不是幻觉呀, 冬末的时候, 露天群判决下来了, 多罪并罚判了死刑, 陶宁也因帮凶罪名入狱, 扩别了漫长的时光, 我们终于要相见, 在阳光晴朗的天气, 我接到了陆景城的骨灰, 一米八六的高个子, 成了怀里小小的一坛, 找人问过, 说他喜欢温暖的地方, 我选了快全年日照充分的墓地, 下葬这天, 他生前很多朋友都来了, 墓碑上, 我选了张他最帅的照片, 眉眼鲜明, 意气风发, 我蹲下身, 拿干净手帕, 轻轻地擦拭他的脸, 低声地交代他陆景城, 跟紧我们, 回家了, 星星抱了树花, 放到墓碑前, 置身置气地安慰, 爸爸, 我和妈妈都在这里, 以后你不用怕了, 我们一起回家, 有风起, 吹得花瓣微颤, 仿佛是他在回应, 那些人似乎没察觉到他还有气息, 被丢进水里的那一刻, 他是清醒的, 冰冷的湖水迅速地将他吞没, 四肢被捆得紧紧, 重力拉着他, 坠向深渊, 大量的水灌入口鼻, 他徒劳地震动两下, 其实过程很快,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倒计时的十秒, 或者是几十秒, 还是一分钟, 弥留之际, 黑暗里忽然出现一抹柔和的光, 他仿佛听到了简西的声音, 眼前像产生了幻觉画面, 他看到心心念念的妻子从面前走过, 他艰难地支配沉重的身体, 跌跌撞撞地追上去, 简西, 他从喉咙里挤压出喊声, 他终于回头了, 站在那里, 眼神默默地望着他, 简西, 他又喊, 有点绝望, 又有点高兴, 他可能要不行了, 这应该是死前的幻觉, 他太想简西了, 想还没出事的孩子, 想他们温馨地嫁, 但简西没过来, 他进了电梯, 走得利落彻底, 头也没回, 老天听到了他的祈祷, 下一刻, 他又看到简西抱着孩子来到面前, 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 他抱着舍不得松手, 贪恋地用目光临摹他漂亮的小脸, 很像妈妈, 也有点像自己, 和他曾经梦到模样相似, 他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 星星捧着他的脸, 认真地给出回答, 你是爸爸, 这一刻, 他几乎抑制不住眼眶中的泪, 他们搬进了新家, 陆景城打亮着的房子, 处处充满温馨, 这里他原本计划好的, 未来的一家三口之家, 他隐约地知道了, 这里就是未来, 只是已经没有他的身影, 因为冰冷的湖水已将他吞没, 他在黑暗里, 而他爱的人在温暖的家中, 母女相依, 活得好好的, 这就够了, 他有点欣慰, 却也有点难过, 他陪孩子玩了一晚上, 很幸福, 很平和的一晚上, 他在身边, 孩子也在身边, 曾经梦想过的画面成真了, 他哄孩子睡觉, 给了他晚安闻, 星星却睁大眼睛问他, 第二天还在不在, 孩子的眼神, 仿佛穿过皮囊, 看到他内里的灵魂, 他眼眶又变得潮热, 摩棱两可地恩了声, 想跟简西说些话,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想了下自己还有什么心愿没了, 对了, 去老宅那天, 他一整天没吃饭, 饿得胃疼, 想吃简西亲手做的饭, 可简西对他很冷漠, 甚至有隐约的恨意, 可能是他失约的原因, 简西这人很小气地, 不声不响地离开他很久, 他肯定不会轻易地原谅自己, 在自己的请求下, 他还是做了香喷喷的食物给他吃, 温暖的美食落入空荡荡的胃, 心仿佛也跟着被填满, 陆景成很满足, 也幸福, 时间不多, 他得走了, 他眷恋地看着简西, 很舍不得, 有满腹地委屈想和他倾诉, 可什么也不能讲, 在最后离别的时刻, 他像往常出门前那样, 给他一个拥抱, 然后说, 关门吧, 别看着我走, 别看着我走, 这样我们就不用互相道别, 你也不用怒送我离开的背影, 如果有天找到我, 你也不要太难过, 我没有很难受,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我见过你, 也见过我们的孩子, 已经很满足, 可以的话, 找个阳光好的目的位置给我吧, 水底很黑也很冷, 我有点怕, 简西, 光亮散去, 他合上眼, 永坠黑暗, 简西怀孕到五六个月的时候, 在某天夜里做了个噩梦, 哭得厉害, 把身边睡得沉沉的路景城, 都给惊醒过来, 他拧开床头灯, 妻子还在睡梦里, 哭到身体都一抽一抽, 却仍未醒来, 简西, 你醒醒, 他被推醒, 抽掖着睁开眼, 看到眼前的人瞬间哭得更厉害了, 张开双臂扑进他怀里, 陆景城坐起身抱着他, 手足无措, 怎么了? 我, 我做了个噩梦, 梦见你死了, 扶在他背上的手停顿了下, 陆景城抽了几张纸, 帮他擦泪, 梦都是反的, 简西接过来, 胡乱地抹了下脸, 醒鼻涕, 丢到垃圾桶里, 情绪瞬间转变, 气势汹汹地推了他把, 真实的不行, 我还梦见你出轨, 抛弃妻女, 你有个什么一难忘的白月光来着, 是不是? 叫什么桃宁是不是? 陆景城举手投降, 拜托祖宗, 你哪里听的这名字? 就一认识的人而已, 什么白月光? 简西把纸巾丢他身上, 你还撒谎? 陆景城不敢跟他讲, 帮着他擦脸, 我初恋都是你, 哪来的什么白月光? 闹了半晌, 陆景城又发誓, 又保证自己人格人品的, 才把人安抚下来, 关了灯, 两人重新躺下, 简西枕着他手臂, 方才还清晰地梦里画面, 突然就想不起来了, 他莫名地不安, 陆景城, 这段时间你哪里都不许给我去, 他像昏昏欲睡, 遵命, 老板, 想了想, 他又强调, 不许回京城, 不许扔下我, 也不许去见你大伯, 嗯嗯, 一切听司令指挥, 没有白月光, 不会扔下你, 不回京城, 不去见你大伯, 他困倦地打哈欠, 拍拍他, 快睡好吗? 简西还是觉得不放心, 但眼皮越来越沉, 心想明天再说一遍,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那些可怖的画面, 某种直觉驱使他去这么做, 这会儿也没想到, 隔天醒来, 他就望个金光, 他呼吸又变得平稳绵长, 黑夜里, 陆景城睁开眼, 毫无睡意, 简西生的时候, 他守在产房外, 孩子下午两点左右出来, 五金八两, 小女孩, 软软嫩嫩, 超级可爱, 陆景城爱得不行, 简西看了眼拿了生, 怎么这么丑? 哪里丑了? 明明跟天仙似的, 你这是亲爹滤镜? 两人拌着嘴, 小孩在墙堡里睡得很沉, 生之前就商量好了, 名字叫简兴, 随他姓, 简西产后虚弱, 又睡了过去, 陆景城看着一大一小的两张脸, 心中被幸福与满足填满,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看了眼号码走出去接听, 京城那边打过来的电话, 那边说, 搞定了, 他嗡了声, 烟雨经界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时却忽然犯了瘾, 陆景城拿出口香糖, 拆开包装放进嘴里, 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对方轻笑, 是我该感谢你, 好哥哥, 替弟弟解决了大麻烦, 以后放心过你的生活吧, 陆家的事不会再烦到你, 对了, 嫂子生了吗? 陆景城脸上这才有了笑意, 刚生完, 母女平安, 恭喜, 明天送你们一份大礼, 隔天陆天群因非法资产, 被查上热搜时, 简西正坐在病床上吃饭, 看到这条新闻点进去, 略有些吃惊, 景城, 你大伯出事了, 陆景城正帮他倒汤, 看了眼就把新闻划走, 不是什么大事, 不用管, 他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 汤温了尝尝看, 我包了四个小时, 星星却突然哭起来, 陆景城检查了下尿不湿, 没尿也没啦, 刚吃饱躺下睡眠一会儿, 他小声地嘀咕, 小鸳肿, 然后俯身抱起来, 我去哄哄, 你先吃饭, 简西点点头, 一边吃饭, 一边看手机, 忍不住还是刷了关于露天群的新闻, 一些模模糊糊的画面从脑海闪过, 却抓不住, 陆景城抱着孩子在走廊来回的踱步, 终于把他哄睡着, 看着他安静的小脸, 仿佛看到他长大些的样子, 眼睛扑扇扑扇望着他, 爸爸, 你要是难受的话, 我就抱抱你, 我明天醒来, 你还会在吗? 陆景城, 你就是个混蛋, 陆景城, 我们回家。 他的心很疼, 低头贴了贴星星的小脸, 重来一遍的人生, 他和简西会一直一直幸福下去, 直到白发苍苍, 牵手一起离开这个世界。